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 厦门秉持先行先事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在经济 社会 生态等多个领域攻坚突破 实现了从海防前线到开放前沿的精彩转身 如今的厦门是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也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1981年10月 随着湖里加工区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拉开了序幕 汪文军是当年从贵州赶到厦门支援建设的第一批特区建设者 那段拼字当头克服万难的建设过程 让他至今难忘 当时是说拿到图子以后 懂英语的人也不多 就是连比带画的那种形式 跟那个工程师 美国工程师沟通 了解清楚以后 在施工 大家就是说敢拼敢干 能尽快就是把特区建设好 靠着爱拼敢赢的气魄 原计划五年建成的项目用了三年多就提前完工 1998年9月 厦门经济特区开工建设了第一个软件员 厦门创新发展有了自己的试验田 一批从事国产软件开发的年轻人 在这里研发出了全国第一张用芯片的医保卡 全国第一个实时报销的医保系统 全国第一台医疗自助服务终端等技术成果 那在厦门落地 那因为厦门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创新的一个名片 就有利于我们面向全国去推广 如今曾经作为试验田的厦门软件员 已经孵化出近500家企业 发展出一条千亿产业链集群 截至2020年 厦门已在平板显示 计算机与通讯设备 机械装备 软件信息 航运物流等领域 拥有8条规模超过千亿的产业链 就在去年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创新基地建设 在厦门正式启动 我现在所走的这条海滴 曾经是厦门进出岛唯一的一条通道 在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之后 又在海滴的东侧建起了 全国第一条跨海公路大桥 厦门大桥 时至今日 厦门的跨海通道 一共已经有了7条 另外还有5条正在建设之中 老海滴上跑起了地铁列车 老百姓的生活出行越来越方便 而这要得益于厦门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 2002年 厦门正式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 它将厦门经济特区 从一个紧握的拳头 伸展成为首长 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 厦门也坚持把山边 海边 湖边 水边 等最好的公共空间留给老百姓 厦门的建设是中央的支持 厦门人民的努力 还有外省的人打工 这些人的努力 来建设这个美丽的厦门 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这个是幸福感是满满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海昌 俊美 这些建设还在继续 厦门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如今的厦门 全市生产总值 比1980年增长了248倍 自贸片区推出的 448项创新举措中 有100项改革为全国首创 30项厦门经验 在全国复制推广 很期待